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Google在12月中上旬发表了其最新的量子运算晶片Vilo,取得了一项重大突破。 在过去错误是量子运算中最大的挑战之一。 因为量子计算机中的运算单位,量子比特倾向于与环境快速交换讯息, 这使得很难保护完成运算所需的讯息。 通常,使用的量子位越多,发生的错误就越多。 然而,Vilo量子晶片实现了使用的量子位越多,减少的错误就越多,系统可用的量子就越多的惊人成就。 Google测试了越来越大的物理量子位阵列,从三乘三编码量子位的网格扩展到五乘五的网格,再到七乘七的网格。 每次的扩展,Google都能在量子纠错方面取得最新进展,即都能将错误率减半。 换句话说,Google实现了错误率的指数级下降。 这一历史性成就在该领域被称为低于预值,能够在减少错误的同时扩大量子比特的数量。 使用者必须证明自己低于预值,才能在纠错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 自1995年,Peter Shore一入量子纠错以来,这一直是一个突出的挑战。 对于Google Velo晶片所取得的成就,马斯克以及OpenAI执行长奥特曼都表示了祝贺。 作为Velo效能的衡量标准,Google使用了随机电路采样,RCS基准。 RCS现在也被广泛用作该领域的标准,是当今量子计算机上可以完成的经典的最难的基准。 外界可以把这看作是量子运算的切入点,它检查量子计算机是否在做经典计算机无法完成的事情。 任何构建量子计算机的团队,都应该首先检查它是否能在RCS上击败经典计算机。 否则,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能否解决更复杂的量子任务。 Google一直使用这一基准来评估从一代晶片到下一代晶片的进展。 Velo在这个基准测试中的表现令人惊讶,它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了一次运算。 这将需要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则需要时的25次方年,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宇宙的年龄。 Velo的这些最新测试结果是也迄今为止表现最好的。 Google表示还将会继续取得进展。 Google对Velo如何超越世界上最强大的经典超级计算机之一,Frontier的评估是基于保守的假设。 例如,可以完全访问辅助存储,即硬碟驱动器,而不会产生任何频宽开销。 这对Frontier来说是一个慷慨而不切实际的允许。 当然,正如Google在2019年宣布第一个超越经典运算之后所发生的那样,Google预计经典计算机将在这个基准上不断改进。 但快速增长的差距表明,量子处理器正在以双指数的速度剥离,随着量子比特数量的扩大,它将继续大大优于经典计算机。 Vilo是在Google位于美国圣巴巴拉的最先进的新制造工厂制造的,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为此目的从头开始建造的工厂之一。 系统工程是设计和制造量子晶片的关键,晶片的所有组件,如单量子比特门和双量子比特门,量子比特副位和读出,都必须同时进行良好的设计和集成。 如果任何组件延迟或两个组件不能和好的协同工作,则会降低系统效能。 因此,最大化系统效能为Google的工艺的各个方面提供了讯息,从晶片架构和制造到炸机开发和校准。 Google报告的成就是从整体上评估了量子运算系统,而不仅仅是以此评估一个因素。 Google更为关注的是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因为如果量子比特的质量不够高,仅仅生产更多的量子比特是没有帮助的。 凭借出色的低错误率和105个量子比特,Vilo现在在上述两个系统基准测试中具有同类最佳的效能、量子纠错和随机电路采样。 这种演算法基准测试是衡量整体晶片效能的最佳方法。 其他更具体的绩效指标也很重要。 例如,Vilo的T1时间衡量量子比特可以保持激发多长时间,关键的量子运算资源现在接近100微秒。 这比Google上一代量子晶片提高了约5倍,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量子运算领域的下一个挑战,是在当今的量子晶片上展示与现实世界应用相关的第一个有用的超越经典的运算。 Google乐观地认为,Vilo一代晶片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 Google量子AI实验室负责人哈特木特内文表示,量子运算对于收集经典机器无法访问的训练数据、训练和优化某些学习架构,以及在量子效应很重要的情况下,对系统进行建模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包括帮助他们发现新药,为电动汽车设计更高效的电池,以及加快巨变和新能源替代品的进展。 许多未来改变游戏规则的应用程式在经典计算机上是不可行的。 他们正等待着用量子运算解锁。 对于Google Vilo量子运算晶片的突破,一时间也吓坏了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投资者。 目前,加密货币的安全性依赖于密码学中的数学难题,例如椭圆曲线加密和RSA加密。 这些演算法基于当前运算能力无法在合理时间内被破解的假设。 然而,量子计算机的出现颠覆了这种假设。 量子计算机能够运行一种称为收二演算法的量子演算法,该演算法专门用于破解基于大数分解的加密技术。 换句话说,广泛应用于加密货币领域的RSA和椭圆曲线加密ECC在量子计算机面前可能会变得脆弱不堪。 这两种演算法是目前许多数位资产和在线交易平台的核心安全机制,保障了用户讯息的安全性。 一旦量子计算机达到足够的运算能力,它们将能够快速破解现有的加密货币系统,获取用户的私钥并控制其资产。 这意味着,一旦量子计算机技术成熟,现有的加密货币网络将面临崩溃的风险,用户的资产也将不再安全。 Google Velo量子运算晶片问世当日比特币最大跌幅6.25%,根据Cone Glass数据显示,共有58.3万人爆仓。 除比特币外,其他加密货币也出现大跌,其中多只跌幅超10%,然而破解比特币的加密并非易事。 根据严肃的估计,量子计算机需要多达1500个量子比特连续工作15至20年,才能破解加密货币的加密。 而目前,Google Velo晶片仅有105个量子比特。 当然,如果Google可以将量子比特数量进一步地扩展,并且使得量子纠错能力能够保持现有水平,那么破解加密货币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 支付平台LifeSpark执行长David Marcus表示,他认为大多数人并没有完全理解Google这一突破的意义。 他称,这意味着厚量子密码学和加密技术需要加速发展。 以太坊联合创始人Byteleek-Barkaren此前曾表示,即使量子运算获得突破,加密货币通过硬分差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用户通过下载新的钱包软体可以应对这一问题。 但是,对于那些休眠钱包来说,将会面临巨大威胁。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